韩丽刚刚攻击毒龙隐患的那两下呢 一般人或许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古千巡 图刚 孙冰和三个人 肯定已经有所察觉 实力达到他们这个境界 一点点小小的错漏 便足以决定生死 更别说这么大的一个弱点了 一念即死啊 这毒龙当时是心乱如麻 韩丽看着毒龙的神情变化 目光微微闪动 说起来我能发现毒龙的隐患之窍 也实属是侥幸之急 这处隐患之窍 和羽化飞升宫上的一处玄窍 乃是同一个 韩丽刚刚将此处玄窍打通 对这个玄窍的种种变化呢 正处于最为敏感的时候 加之他的神识之力强大无比 这才能发现毒龙这个致命的弱点 不过仅凭着这一处非致命性的弱点啊 要想真正的胜过对方 却也并不容易 若是对方抛却被其他人看穿的顾忌权力施围 那韩丽也未必就是对手 韩丽心中念头一转 传音说道 毒龙道友 你也不必如此担心 我知道一个方法 可以帮你修复此处选招 毒龙听闻这话 如闻仙音激动地说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心情激动之下 他轻忘了传音直接开口 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当真 我专精于腿部玄鞘的修炼 否则也发现不了你的问题 啊 韩丽这么说并非是说大话 凭借羽化飞升宫上 正确开启此处玄鞘的方法 再加上强大神识之力的辅助 他有七成把握 可以修复毒龙的这处玄鞘 毒龙看着韩丽 顾得深吸一口气 躬身行了一礼 如果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前的一点恩怨 就此一笔勾销 而且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这附近众人眼见此景啊 都诧异无比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韩丽微微一笑说 毒龙道友不必客气 我们不如找个地方 相谈此事吧 我认说 毒龙点了点头 二话不说 转头对附近的独角大汉 宣布自己认输 这独角大汉 此时也是一脸的惊讶呀 不过毒龙自己弃拳 他也只好如此宣布 毒龙不理会附近 嬉闹起来的看台 带着韩丽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静止走下赛台 很快回到了第九区 两个人一路无言 来到毒龙的房间门口 毒龙抬起手掌 在门上暗动了一下 一阵白光从门下的缝隙中 微微一闪啊 石门才在一阵 隆隆之声中 缓缓打了开来 进入室内 韩丽发现 这毒龙的房间 比他和陈林的 都要大上不少 甚至还多出了一些 诸如石台 兽皮之类的陈设 李道友 请坐 这毒龙一谈手掌 做了个请的姿势 韩丽呢 就大方地落索于石桌旁 静待着毒龙开口 果然毒龙刚一坐下 就忍不住地问道 李道友啊 这一隐忧 已经困扰我多年 你当真有办法解决吗 毒龙道友 其实你之所以 会埋下这么一个隐患的 并不仅仅 是你练功心切所导致的 据我猜测 可能与你修炼的功法 也有关系 啊 毒龙眉头一皱 摆摆手说道 这个 只怕是力道有多虑了 我修炼的功法 虽然不是什么 高深玄妙的秘术 但是也是 族中传出来的 比较正统的典籍 绝对不会有问题 无妨 我也无许你 告知我所有 功法修炼的内容 你只需我 详述一下 关于 功法开窍上的内容即可 毒龙犹豫片刻之后 开口 把功法开窍一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韩丽 甚至连一些隐藏的精妙之处 也没有隐藏 韩丽听完之后说道 果然如此 毒龙道友 你们家传的这部 玄元神行绝功法 虽然修炼之事霸道迅捷 双腿开窍速度较快 但是却在稳固根基一事上 落了下沉了 相信你之后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刻意放慢了速度 这才将隐患集中于那一点 否则现在问题就多多了 毒龙神色微微一变 再次宠韩丽 恭敬一拜 力道友 异于重地 在下佩服 还请力道友助我解决此患 然后我必有后报 若要救你 与我而言代价同样不小 这 力道友只管开出条件 我若能办到 绝不推诿 实不相瞒 若要你 帮助你治疗死患的话 别的地方不说 就是整个青阳城 只怕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而在这第九区里 也仅有我一人而已 啊 就凭力道友能够一眼看穿 并且一语道破我身上这处隐患 我就相信 力道友是这青阳城 唯一能救我的人 只是不知 力道友你要如何施救啊 韩丽想了想之后说道 既然你的那个问题 是因为开窍方法有误 那么首先应该从开窍方法做起 我自己修炼了一部名为 语化飞升宫的秘点 同样开窍在双腿之上 所以我可以将其中的开窍之法 传授于你 读隆囊囊的脑袋 不解地问道 这开窍之法 我那些窍学之前已经动开 如今这开窍之法 还有何用啊 只运用此开窍之法 自然是不能进攻啊 还需要有强大的神识之力 作为辅助 恰好我本人神识 也就不弱 独龙见此脸上露出一抹复杂笑意 如此看来 离了利道友 这事还真办不成了 只怕利道友的条件 也都不简单吧 韩丽 黑黑的一笑说道 独龙道友多虑了 利某除了修炼 需要些兽盒之外 也就是有些小忙 需要道友帮我一下 利道友淡说无妨 若能做到 独龙不会催此 我知道 独龙道友在这第九区中 人脉甚广 甚至还能和其他 各区取得联系 所以有几个人 想向你打听一下 哦 什么人 实不相瞒 先前与我同来青阳城的 还有两人 一个名为时空 另一个换作泄道人 我沦为第九区 玄斗士之后 料想他们的下场 应该相差无几 不知你可曾听说过 独龙剑含力要求还真不高 顿时如释重负 哦 这两个名号倒是没听说过 不过之后 我可以帮你打听一样 玄斗士的更迭速度 虽然很快 家境里的新人也不少 但是 要是与你同期进入 玄斗场的 范围就能缩小很多 找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另外独龙道友 在这玄斗场中 时日已久 是否听说过 这城中有一名 容貌极美的女子出现 她 韩丽一想到子灵的时候 想要描述她的容貌 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独龙有些古怪地 看了韩丽一眼 摇摇头说 呃 厉道友啊 你可知道 这青阳城最缺的 不是高阶兽和 而是女人 莫说是容貌极美的女子了 就是资荣上家的 都十分少见 若是真有你说的女子出现 应该早就传遍 整个青阳城了 韩丽一想到陈阳作为 城主府器重的亲信身边 也就只有一名 资荣平庸的女仆 对独龙的话呢 也就信了个七八分了 所以也不再继续追问 有些沉默下来 厉道友 莫非要我做的事 就只有这些 独龙看着韩丽有些不太相信 韩丽叹口气说 唉 为你治疗隐患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日后少不得 要从你这里拿走大量兽盒 这一点 只怕足够你心疼的了 独龙听吧 摆了摆手 语气有些憧憬 呗 只是有些兽盒罢了 若是我的隐患彻底消除 也就有望争上一争 若是能够参与 更高级的玄斗 即使收获就不是如今可比了 韩丽心中一动 问道 不知独龙道友口中 更高级的玄斗 是指什么 独龙看了韩丽一眼 缓缓开口 非是在下 小看力道友 只是你如今的 玄桥数量还太少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也接触不到 所以暂时也不用着急了解 以后自会知道的 韩丽对此也没有细咎的意思 转而说道 除了这些事之外 我还要你将刀疤 交给我处置 哦 不知道又要如何处置它 韩丽没有说话 只是单掌竖起 随手一挥 做出一个斩杀的动作 独龙略以迟疑说道 李道友 这刀疤虽然为人奸华一些 之前对道友也多有冒犯 甚至我这次找你麻烦 也有他从中鼓动 那应该罪不至死吧 哼 若只是这些 当然罪不至死 只是他不该试图 以弑心虫取我的性命 啊 弑心虫 到底怎么回事 韩丽心中闪过一丝疑惑 把当日弑心虫偷袭之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独龙 听怕独龙眉头紧簇 沉吟良久之后 开口说道 李道友 不是我有一袒护刀吧 实在是此事有些蹊跷 当中只怕是有什么误会啊 韩丽目光闪动 缓缓地说道 误会 你先说来听听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支持明镜上